大家好 这两天关于教育的话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也引起了我的进一步的思考 今天我想谈谈两个密切相关的话题 一个就是关于救救孩子的问题 一个就是关于稀缺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 大家知道鲁迅曾经呼吁我救救孩子 那时候他把救救孩子的希望寄托在大人的身上 今天看来救救孩子还不能靠大人了 今天的孩子需要自己救自己 尤其是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生 他们需要珍惜自己一天的休息时光 他们得想一想 一天八小时以外 那些补课呀 学习呀 所占用的时间 到底是否值得 他们也需要珍惜自己的周末的时光 要考虑啊 这一周五天以外的 无论是学校安排的 还是家长安排的 只要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学习 是否应该抵制 不能人家说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我真不相信他们愿意把自己啊 变成一个考试机器 变成一个驯服的工具 因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学生期间不知道如何珍惜 属于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那么将来呀 就只能是一个 任人摆布的螺丝钉 所以我觉得青年呢 他的叛逆是有道理的 叛逆有理 青年人需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珍惜自己的尊严 珍惜自己的人生选择 所以救救孩子啊 得靠孩子自己 那么现在的教育问题 其实呢 他也和另外一个问题 密切连到一起 那就是资源的稀缺如何分配 你看啊 我是学经济学的 主流经济学呢 特别强调 经济学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 这是他们做的研究的中心 因为教育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尤其是好的学校 然后好的工作 这都是所谓稀缺的 所以主流经济学呢 它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 如何达成均衡 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 所以他们认为 市场经济 是对稀缺资源的最优安排 这是他们的理论的最基本的原理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这个整个的出发点 它是从投资者 或者是资源的所有者 角度来看问题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逻辑呀 就是金钱面前 源源平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的一块钱 和我的一块钱是平等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稀缺资源是由 钱的多少来分配的 也就是说是按钱分配 按资本分配 谁的钱多 谁的话语全大 谁的钱多 谁优先 你比如说 VIP 这个待遇呀 什么各种东西都是 分配是按照钱多少来说的 即便是按权分配 也是因为权力掌握着金钱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退磨 那么教育资源的分配 也是按照这个逻辑 鼓吹市场经济的 认为这是最合理的制度 比如说他们说 高考是一个最公平的制度 可实际上啊 高考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平等的制度 但是呢 教育资源还是由金钱来决定 你比如说 校区房需要花钱 校外辅导需要花钱 补习班需要花钱 一对一的家教需要花钱 户籍制度呢 需要拼爹 这些呢 都是按权分配 按资分配的表现吧 对吧 你想想 所以说起来高考是人人平等的 但是大家的起步点是不一样的 那么随着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那么那些主张 实际上是按资分配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强 这个最明显的表现呢 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 就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上学 或者是私立的学校越来越普及 这些都是明显的是按资分配的方案 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啊 用脚投票 谁有钱 谁办事 谁有钱 谁有钱 这就是所谓的平等 就是说在金钱面前 你的一块钱和我的一块钱 是平等的 不是按人品的 那么毛泽东时代对西线性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呢 那时候啊 他基本原则是按人分配 不是按权分配 也不是按钱分配 当然一方面 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但是毛泽东时代呢 还是尽量减少这种差距 比如说最稀缺的 当时最稀缺的就是粮食 那么粮食呢 基本上是按定量分配 城里的人呢 根据工作强度 根据年大小来定量 农村呢 也是按人分配粮食 结果呢 就是你有钱 买不着粮食 有粮票 有布票 都是定量分配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稀缺的 它不是按市场来分配的 这就是按人分配 再一个呢 就是住房分配问题 在农村 比如大寨呢 就是集体盖房 按人分配 在城市呢 也基本上是按人分配 住房 差距有 但是不大 基本上 都是工人住家 这个干部有些住一些大一些 不同城市有差别 但基本上 你的家里的孩子多 人口多 你就能申请大一点的房子 基本上 差别不大 那么咱们回到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毛泽东时代 也是尽量的按人分配 比如文革期间的农村的教育 随着知青下乡 教育资源的充实 农村办学校的热情是非常的高 我一再说 国家统治基里的数据 可以看出来 从69年到79年 高中毕业人数是井喷式的发展 那么在人民公社里边 高中教育呢 是一步一步的普及 到后来呢 基本上失令的年轻人呢 基本上人人可以获得的高中的教育 而且高中的教育质量呢 也是一步步的提高 这一方面呢 就是说那些知青教学 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经验提高了 对吧 而且教材呢 也是一步一步提高 大学教育呀 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地方 文革期间呢 废除了这种按考分 分配大学教育的方案 采取了工农兵推荐的方案 这个呢 被后人呢 非常反感 认为他极不公平 因为他们说是 这种方案呢 为地方官员走后门 创造了条件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种方法呢 对人民群众来说 是更接近于按人分配 走后门的现象当然有 但是他不是规律性的 不是普遍性的 因为如果老百姓 发现这种现象 他们可以贴大字报啊 他们可以批评领导啊 他们有这种权利啊 所以 所以不要以为 走后 因为几个走后门 就否定了这种工农兵推荐的制度 我们工厂啊 当时的光滑木材厂 就有几个推荐上大学的工人 我们车间就有一名 我的朋友啊 而且这些人呢 这个上大学期间 照发工资 回来以后呢 我不记得他们工资有什么大的变化 回来以后呢 变成工厂里面的技术人员 所以这种工农兵学员 他是从人民中挑选的 然后呢 学一段时间 长了知识 回来呢 就充实 不管是工厂里边的也好 农村的也好 充实当地的技术人员的队伍 那么咱们对比一下 暗资分配和暗人分配 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他们的差别就在于啊 暗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它的结果呢 是有钱有势的优先 暗人分配的逻辑呢 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计划经济的逻辑 它是相对的人人平等 不承认特权 暗人分配的基本理念呢 其实就是啊 先来后到的啊 就像排队啊 来分配稀缺的资源 比如我们上公交车 我们上地铁 我们排队啊 而不是说谁跑得快 谁抢得快 谁上去 当然现在有抢的啊 但是排队的理念啊 排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人公平的啊 先来后到啊 你不能因为啊 你是什么特殊人 你就能排到前面去 当然特殊情况以外 你比如说老弱病残的呀 当然需要照顾的 那是个别的绝大多数的都是排队上车 所以呢 这种理念 他就是啊 让人民群众啊 自己来决定轻重缓急啊 因为是稀缺的嘛 你比如说一个人民公社内部 到底要挪用多少资源来重拾教育 这他的权衡 一个工厂内部啊 让多少人去进修 这需要权衡 对吧 所以原则来讲 人民群众的话语权是平等的 按人分配 人人有份 人人有话语权 他不承认特权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就是按钱分配和按人分配 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你到底是从投资者的视角看问题 还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看问题 当然了 如果人民群众丧失了监督领导批评领导的权力的话 那么所谓的按人分配就必然导致成安全分配 对吧 但是这两个按人分配 安全分配 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解决稀缺性的思路 我就发现呢 很多人呢 抱怨社会的不公 却认同不公的社会 他们呢 对市场经济里边出现的问题 如果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 会愤愤不平 但是呢 他们又对市场经济深信不疑 这才是悲剧所在 因为他们 你看 讲市场经济是资源的最优安排 他们把自己放在投资者的角度 他没有想到 他自己只不过是一群 被资本安排 优化安排的耗材呀 你想想资源分配 什么意思啊 资源分配 最优分配 你呢 是决定如何分配的呢 你还是被决定了 打工人的绝大多数 都是被资本 优化 所谓优化的 对吧 都是耗材 所以 你要是认同市场经济 你实际上是认同了 丛林法则 是认同了 弱肉强食啊 你好好想想 市场经济逻辑 它就是弱肉强食 竞争 对吧 我一直说 市场经济的DNA 就是竞争导致垄断 垄断导致霸权 那么霸权呢 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些连串的 都连到一起的呀 所以你要认同市场经济的逻辑的话 你就不得不认同帝国主义 你不得不认同争霸的逻辑 当然你会站队啊 你会说我们这边是对的 他们那边是罪恶的 等等 所以同样的认同市场经济的逻辑 你就不得不维护啊 现在这种对教育资源 进行按资分配的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 不少人的留言里边 虽然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 有各种问题 但是相对来讲 还是最优的 我怎么办呢 我觉得最终还是屁股 决定脑袋 恐怕以后还有更多的思考 从大家的留言中 从大家的这个分享 咱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真的 救救孩子和资源的分配 两个不可分割 你要是认同市场经济的逻辑 你没法救救孩子 因为弱肉强食 是市场经济的DNA 好吧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今天先聊到这儿